我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可以重来 你还会选择她做老公吗 不会 这个问题 前两天在网上好多人问 那些女人的回答可有意思了 那女人这样说的 结婚之前 她说为我挡风遮雨 结婚之后发现 风雨都是她带来的 我把你当老公 你把我当保姆 的确看上去你好像很努力 你好像付出了很多 你一个人在扛着 但其实在我的眼里 你是不作为的 我所指的作为和不作为 不是为她干了多少 为家庭承担了多少 而是你没有让她成熟起来 就是不作为 事实上你做得越多 她就做得越少 并且她并没有体会到 你的努力和付出 背后的艰辛和忍耐 所以才会出现 主持人问她说 你打多少分呢 七十 她觉得还挺满意 因为她之所以会打七十 是因为她没有体会到 在这段婚姻当中 你真正的煎熬 所以她还理想化 而你为什么会打百分之四十 是因为你真真切切地 感觉到了悲哀 那么百分之七十和百分之四十 中间的这百分之三十是什么呢 在你这儿是遗憾 失望 在她那儿 我不知道有没有产生 百分之三十的愧疚 我听编导说 这个男生任性到 昨天跟他小吵了一架 就失踪了一天 都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来录节目 也就是说 到了昨天 他还是这么任性的 而且编导反反复复叮嘱我说 千万不要对那个男生说话太重 万一他又跑了 上哪找去 我今天对你算温柔的吧 我怕你跑你知道吗 余老师说 因为家庭成因的关系 他一直以来就是过惯了 自由散漫的生活 没有家庭的核心概念 这或许是他导致今天 这样的一个状态的主要原因 但是同样有过这样经历的男人 在这个舞台上也有 结果跟他恰恰相反 恰恰是因为父母不怎么管我们 所以我更要对自己的孩子负有责任 所以说父母的原因是父母的原因 但是在这四年当中 你没有自我成长 这个不能怪父母 所以我觉得其实 在我看来 如果你真的要让他成长 我觉得至少暂时分开 让他感受一下离开你们的感受 我认为是有必要的 好吗 就这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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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